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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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 小夜之夜 好 夫妻超爆笑生活式登場 夫妻 我就是找一個 跟你完全不一樣的 一定是一個快的 搭上一個慢的 妳知道的嗎 很快的 不要不到一分鐘 牠牙牙還沒削完 我已經洗好了 怎麼可能 對 你洗腳要多一點 30分鐘 30分鐘是牠最快的時候 牠每一個部位都要洗很久 然後牠連 我媽 我在想說 沒有嗎 我們曾經想過說 我們這個夫妻來的鴛鴦 然後他一分鐘 好了… 沒有 我就說 妳再想 好了 沒有挖起來 她很掃心耶 很多人說夫妻呢 就是要找一個跟你完全一樣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說那夫妻 我就是找一個跟你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夫妻有的時候呢 很好笑的 一定是一個快的 搭上一個慢的 生活就有很多衝突 好 今天我們有三對夫妻來這裡 那我們來先看看 慢得快的這一對 Sam 春佩儀 好 大家好 好 Sam是快的還是看你的樣子 應該是慢 對 他連講話都很慢 很慢 幾十個人啊 真的嗎 對 你一看就是快 沒有三多人啊 那種個性就很快快快 來 侯聰明 這樣要來 來… 妳好 侯聰明 這樣理財超有錢 這樣理財超有錢 這樣就知道他超慢 妳就知道我是快才慢的啦 可是這樣賺錢你就很快 很快… 講到工作我速度更快 但是回到生活 我們就要慢慢的 真的嗎 真的 他只要遇到賺錢 他速度跑得比誰都快 可是只要在家裡 動作慢的都比 比螞蟻走路還慢 另外一對夫妻呢 是你快 我要比你更快 我覺得到他們家做客 可能一下就會被趕出來 真的 都不太做 OK 許小可 小燕姐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還可以錄完啦 急上 很急 快 這樣快完了 要去升了…快 好 今天我們要恭喜許小可 好 謝謝 恭喜 快… 好了… 沒有那麼誇獎好不好 突然那麼誇獎 可是小可 妳升得還滿快的 我升滿快的 6分鐘是升的 6分鐘是升的 6分鐘是 6分鐘聲音 而且是為了等爸爸才6分鐘 如果不等爸爸的話 應該要10分鐘 我跟妳講 妳這個第二胎 妳真的要小心 可能會更快 對 應該會更快 妳就是屬於那種 在火車上 計程車上 會升下來的 對 醫生有警告我 對不對 就是要生前一個月 妳都不要亂跑 所以我現在有在練道理 就是在生前 想要生能做道理 道理 把它升回 我覺得快慢這個個性是天生的 對不對 也不會因為結完婚以後 改變對不對 她的急 可以在各種 在靜態的部分在等待 她都沒辦法等 譬如說她去坐臉 去Spa 都一樣喔 躺在那地方 坐臉妳叫好好的 妳就乖乖妳就睡覺 也沒關係嘛 那一個搬到兩個鐘頭 沒有 五分鐘以後她就開始 對 她就一定要動 她受不了 她就想走 對 我一定要告訴各位 我沒有坐過臉 因為我沒有辦法耐心躺 真的嗎 真的嗎 我跟你講 我已經有十幾年 沒有去理髮店洗頭 對 因為我覺得自己洗就OK了 而且我曾經燙頭髮 就是捲圓… 捲到已經塗上藥水 我受不了太久了 我站起來說 能不能幫我拆掉 我現在要趕去錄影 好棒喔 很棒喔 為什麼 因為已經三個鐘頭了 我受不了 就這樣 就趕快看著 不要再洗了 沒有 今天要燙什麼 我就想好了 這樣躺上去 好了… 我也繞她 然後我說不要潤絲 好了 洗一次就好 不要洗兩次 不要洗兩次 對 她馬上洗兩次 洗完了以後她要這樣按摩這樣 我說不要 好了 好了 來幫我捲 然後這樣弄 弄完弄在頭上之後 他們說這個要多少分鐘 然後再怎麼樣 我說 然後又接到電話 現在我一定要去錄影 接電話 我曾經 師傅 你覺得OK嗎 吹佩儀很正常 佩儀她非常正常 我燙頭髮七八個小時 因為離職燙 我自然卷 對 但是我某些方面我不能忍 是有一次是 我直接從那個 冰箱拿出來排骨 是結凍的排骨 我擺在水裡面泡了 我想說她五分鐘 可能就可以搬開來了 結果後來不能搬 搬不開就搬不開 那天阿姨休假 後來想說 燉個排骨湯給她 跟貝克宇吃 後來我就想說 有一個辦法 那個流理台 我就把那個 所有結在一起的那個排骨 剁好的那個排骨 我就 啪 這樣一炸 一炸 那個流理台是陶瓷的 整個冰箱打 很辣耶 廚房就毀了你知道嗎 那個炒掉幾兩萬塊 你老婆很暴力 沒有 不是 這個排骨湯吃得害怕了 很貴 配一個那個作家室跟家住 沒有不配合 就是我每一次出國回來的以後 家裡有很多的新的東西 新的微波爐 新的那個什麼 電鍋 還有新的吸塵機 對 為什麼每一次買新的 可以說就壞掉了 有壞掉 因為微波爐 我拿那個煮飯的那個鐵鍋 煮米的那個碗 我就拿進去微波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一個爆炸 然後很緊張 洗衣服就沒關係 這個跟洗衣服就沒關係了 這個恐怖了這個 鄭哥 其實佩儀姐還是最不正常 然後切繩子 我覺得鄭哥 妳要不要讓佩儀不要做這些事情 要 她就叫我不要做 所以我覺得佩儀進去出房 然後我馬上衝出去 不要進來 就來 有一次是切連霧 也是貝克宇同學 然後我覺得他們來我們家玩 我就看我們家阿姨切連霧 就是直接這樣子 拿著刀子就這樣切四個 我一切用手流好多血 也是天兵 就是擠啊 其實拿到菜板上切就好了 就是妳也看了 對 就覺得可以這樣切 所以我想想請她去外面吃飯 外面吃飯的錢比那個家裡 就是換 換東西的錢 便宜很多 那 侯川明就不會 因為她很省 所以我沒有機會 所以妳在家裡 其實做臉 スパ這些 你知道人家也講 因為我很痠痛嘛 人家說妳就找人來按摩 我又不愛運動嘛 在按摩 然後人家剛比如說按摩 先按到這裡 到這邊我就說好囉 不是要按兩邊才平均嗎 小燕姐賺妳的錢好好賺 對 好好賺 我就說好囉 我不痠 就是我 痊癒了 對 那妳泡溫泉泡得住嗎 我沒泡過 妳沒泡過 妳也待不了 我家裡有那個按摩浴缸 因為我的脊椎 每天要按摩20分鐘 20分鐘 但是我不可能20分鐘嘛 對 以我的個性對不對 對 我進去 然後我的浴室裡頭 還有一個電視 我的浴缸 對 打開來 我就看那個新聞台 現在11點05分 妳沒有在看新聞 11點05分 然後我就再看幾個台站 再看新聞 11點10分 才5分鐘 好 在家 11點10分好不起來 她在家不會錄影啊 為什麼會趕呢 沒有什麼好趕的 就是坐不住 沒有 這個很奇怪 我第一次跟她泡溫泉 我猜一下 為什麼急進風成這樣 但是我看電視可以坐很久 對 我也是 她床上可以躺好久 她可以躺一天 從床上看見是躺一天 你們洗澡一定時間也不一樣對不對 洗澡是有很久不一樣的時間 而且 佩儀 洗澡得滿快的 不要 怎麼可能 對 衝一衝一衝 然後就出來害 我說刷牙 這都牙刷才刷這半邊 菁姐 吹妳這種冰啊 我真的一分鐘 全身都洗得香香的就好了 我還沒有刷牙 她刷牙 牙還沒刷完 我已經洗好了 洗香香那個噴香水就好 你刷牙要刷很久喔 超五分鐘以上 沒有 就是兩分鐘 不是 五分鐘 半分鐘 半分鐘 當然急出來 弄一弄 大概是五分鐘 我可以洗五次 刷牙要五分鐘 她也是 而且她刷牙很誇張 她是這樣 刷… 刷不定 我都覺得快破皮了 她也不是 然後這邊一直刷… 然後最後還會 臉死 我一直刷牙 我一直刷牙 你刷牙 你刷牙 不是啊 你刷 這樣刷太近一點 不然以前我蛀牙蛀的胸 醫生就說 你不要急 刷牙慢慢來 我說我就聽醫生的話 你也好聽話 我一定聽話 我最聽話 然後舌頭 她說那舌台要不要刷 舌頭刷一刷也OK 然後我就… 我還可以邊刷 我還不會停 你做一個 我們老公不一樣 她是用電動 嗯… 嗯… 然後我跟她講話的時候 聽不到 不要跟我講話 嗯… 我早就洗完了 衣服都穿完了 她其實就是想要 十分鐘安靜的時間 聽不到 我們曾經想過說 我們這個夫妻也來個韻洋瑜 然後我就拉著眼睛說 來…我們起來泡一下韻洋瑜 然後她一分鐘 她說好了… 沒有 我就說 等一下…你再一下 好了 沒有往下 我家在掃心耶 我們可以聊天啊 她才泡不住 那森哥以後你出國出餐 我跟Ben 我們三個A姐去泡韻洋瑜 好痛 好痛 舌頭刷一刷也OK 然後我就… 然後我還可以邊刷 我還不會停 沒有 我們老公不一樣 她是用電動… 嗯… 嗯… 然後我跟她講話說 聽不到 又要跟我講話 我早就洗完了 衣服都穿完了 她其實就是想要 十分鐘安靜的時間 聽不到 沒有啦 那個 我也是以前刷牙很凶的 但是醫生說太凶了 也是… 牙肉味 對 都拍掉了 所以就是買了那個電動牙 但是我覺得感覺不是那麼用力 所以我就比較久一點 一分鐘… 一分鐘就四分鐘 她早上 中午 晚上 一天要刷好幾次 我說那不是鑽石 妳刷那麼多次 而且我也用過那個電動牙刷 最後電動下面那個就是 都拔掉了 都只用上面頭 因為我覺得太慢 就是不電動 但是太慢了 所以家裡都剩下一組一組 新的那個替換頭 然後沒有每個客人來 都是拿那個頭在刷 因為下面那個其實用不到 而且妳放在那邊 妳久不用 它其實有水進去 它就會氧化 所以下面的就沒有用 所以我真的覺得 真的自己比電動快好多 我現在問妳洗澡要多久 30分鐘 亂講嗎 洗澡要30分鐘 30分鐘是她最快的時候了 她洗醉酒一次要一個小時 不包含泡澡 妳在裡面幹嘛 妳自己洗澡 妳到底這什麼呢 享受那個溫度 然後水淋下來熱騰騰 然後在那沖澡的沙納 妳是多麼的放鬆 因為那個熱水像這種天 從頭淋下來 因為有時候 像雅蘭也是像佩儀姐一樣 她稍微慢一點 三分鐘洗完 冷冷的身體進去 洗完出來手腳還是冷冷的 妳知道她可以這麼快嗎 很奇怪 我不喜歡洗熱水找到什麼意義 不是 她喜歡趕快躲到棉被裡面 很難說 如果我就進去就淋 我就不會先洗 我就淋 然後淋著肩頸 然後腳 全部都熱烘烘的 很舒服 才開始洗頭 妳該不會覺得自己是牧村拓宅 還給錢嗎 而且還會在那邊唱歌 對不對 然後再慢慢洗 然後再洗澡 再洗臉 然後再沖一下 你們家浴室應該要很多吧 不然小孩怎麼來得及呢 我們家有兩個浴室 所以有時候她 她要洗澡前 我一定要等她要洗澡 我趕快先抽一整 先進去 對 我先卡位 因為我三分鐘就好了 而且她洗澡真的很誇張 她每一個部位都要洗很久 妳還去看喔 對 我就有一次就在門口盯著她 她到底在洗什麼 然後她連 我哪有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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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光 光明哥 老實說 你到底做什麼行業 你怎麼那麼髒 沒有…我只是在除毛 我哪有沒有那麼久 我覺得在洗澡洗 一個鐘頭實在是太誇張 沒有 那是比較少的 但是有這個紀錄過 但是你應該起碼是半小時以上 半小時左右 平均值 這樣洗澡的時間呢 大概10分鐘吧 還算是那還OK 還好 你呢 我洗澡可快可慢 但是通常我都覺得 洗澡真的是 像超明哥講 是一天最放鬆的時候 對 她洗澡慢到我會打電話 就是打電話進去 傳簡訊 傳簡訊問我說 你在幹嘛 洗澡有辦法 手機還可以進去 不是 因為我在裡面沖完澡 洗澡為什麼要帶電話 因為我沖完澡之後我會泡澡 泡澡之後會無聊的話 我就會在那邊玩手機 她是不是可以在浴缸裡面做很久 我是連浴缸放水 我都會看那個水 我想說 到底是要放多久 到底是要放多久 滿了沒 到底要多久才叫滿 就是我沒辦法等那個浴缸的水滿 所以我不能泡澡 我們搬進去家裡面 我沒有泡過一次澡 所以通常都是 她幫我放好熱水之後 然後我進去裡面泡這樣 她可以就是真的在裡面很久 我也很快 我大概3到5分鐘可以出來 然後我們曾經想過說 我們這個夫妻來個鴛鴦浴 真的 放了熱水澡 你知道對我們來講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思想 對 因為那是一個Feel 然後我就拉著眼睛說 來…我們起來泡一下鴦鴦浴 兩個就泡進去 然後就聊聊天 然後她一分鐘 好了… 等一下… 站一下… 沒有 我朋友給她面子 我說好了 還有沒有話要聊 沒有話要聊 這樣很掃進耶 你知道我沒有 我每次帶小可去那種高級的 那種溫泉會館去 然後因為要事先預約嘛 那些餐點什麼都要事先預約 然後後來去了之後也想說 像山明哥一下想說 來個鴛鴦浴這樣子 她也是一樣 下去不到一分鐘馬上就起來 那花那個錢幹嘛 都是我一個人在泡 對 而且你在裡面 你真的不知道幹嘛 因為看天空也覺得 我們可以聊天啊 對啊 我們可以聊聊 我們生活的瑣事啊 差不多三分鐘就已經可以出去 三分鐘就可以出去 大家各自走走 對 因為我覺得很舒服 她泡很久 泡很久 對 她奶奶泡不住 對啊 我要跟她一起出去運動 她說不要啦 只是拍溫泉 出汗就好了 她在泡溫泉 那Sam哥以後你出國出餐 我跟Ben 就別佩優姐去泡溫泉 什麼話 亂開啦 分開泡啦 分開泡啦 對啦 你是喜歡溫泉 但你一定不愛運動 都愛運動 對 Sam做什麼運動 就是滿跑 泡滿久 跑多久 大概四 五個小時都可以 對 對啊 我可以跑 你跑到哪裡去了 其實很好啊 滿好玩啊 她每天這樣跑 就跑馬拉松啊 好厲害喔 每天跑馬拉松 不是 她每天就是要訓練自己 每天大概跑十公里 十公里 什麼十公里 這樣跑這麼遠啊 我要檢討 你來檢討 她每天都 再跑遠一點 再跑遠一點 然後一回到家 對 都不跟佩儀姐講話 然後刷完牙就出去坐飛機 走… 走… 每天跑十公里 對 琢磨的時候比較久 琢磨是大概二十 三十公里 禮拜六二十 禮拜三大概三十 每天數 她很離譜的是早上她買一種錶 就是她一整天要跑多少的 早上出去跑 下午出去跑 晚上還要再出去跑 我就跟她後來吵架了 我說妳可不可以留在家裡 她說我留在家裡時間很多了 這樣 我就說為什麼那麼愛跑 隨便就在跑… 真的沒有力氣都要坐捷運回來 跑到正大 跑到好遠 跑到正大 對 跑到正大 你不是打臉 我住心電 對啊 現在跑到正大 對 就這樣跑 你跑到桃園吧 她去上飛機了 其實桃園可以 她去上飛機了 桃園不遠 桃園只有四十公里 四十公里我可以跑 這哪裡不遠 事實也可以 超明有做運動嗎 我偶爾會啦 我大概都跑… 我是計時間 慢慢跑 我不跑快 然後慢慢跑 大概一次可以跑到五十分鐘左右 比較不停 慢慢跑 那也不錯啊 或者是在外面 對 我不是很喜歡在跑步機上跑耶 因為覺得很枯燥 對啊 跑不久 對不對 可是在外面跑 不是也很無聊嗎 也不能跟人家聊天 也不能看手機 沒有… 看風景啊 外面的風景啊 回家看老婆不是更好嗎 都不一樣 她好不容易可以出去一下 看老婆的風景 我看到滿漂亮的小姐啦 就在看 好 二十公里大概要多少 多少時間 二十公里啊 大概一個小時四十分鐘左右 一個小時四十 真的不錯耶 她有一次跟妳都在幹嘛 帶小孩啊 玩啊這樣子 對 雅蘭有做運動嗎 我不愛做運動 通常都是她去跑步陪著 我陪著她跑 拉著我去 然後我都會一直強迫我自己 然後有時候跑步真的無聊 然後我又耐不住性子 我就會一直跟她聊天 然後她老大就一直說 不要跟我聊天… 我要專心跑步 講話會喘 會不好跑 然後有一次很誇張 其實我覺得喔 我聽到現在 你們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避開老婆 對 刷牙十分鐘 對 跑步一個半小時 一天至少有四個鐘頭 是先不要跟老婆說話 相當清晰 有可能耶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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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現在不是說 很多事情都被抓抓著 就是比算命還厲害 是不是 不要講話了嘛 對不對 有可能 差不多 應該是 不是 這是誤會 就是誤會 每一次打電話 佩依喊 你今天怎麼樣 差不多了啦 好了 大家都好 拜拜 懂 因為佩克里工作很多 國際電話有小姐 對 她十四年每天打電話回來 然後是關心我 可是問題是我沒有那個 感應我兒子作文 數學什麼都還 小提琴還沒拉什麼 你已經九點了 真的沒有 好 愛你… 好了 有沒有什麼事 好了 拜拜 好敷衍喔 真的很敷衍耶 早上打電話佩依喊 真的好好照顧小朋友啊 你還好嗎 你辛苦了 你還好嗎 關掉了 晚上打電話 早上也好啊 晚上也好啊 好不好 明天再有沒有 砰 這樣 因為我早上跟你很沒有情調耶 人家是老公沒有打電話回來 會氣啊 對 那老公要問你 其實老公也想知道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對不對 對啊 還有一天 有一次 有的時候就忘了 因為我太累了 我要睡覺了 隔天她打電話 佩儀打電話 為什麼她昨天沒有打給我 小姐妳天天又過得很好啊 為什麼 那一天沒有打電話 佩儀這樣 妳昨天去哪裡 妳跟她 什麼帶小姐到飯店去 你知道 這個 Sam 你就不知道了 有打來就表示心裡有 對 有家裡 沒有打來 那個老婆在做任何事情 貝克宇在寫完那種 奇怪 怎麼沒有打電話 怎麼沒有打電話 即使兩分鐘被掛掉 即使兩分鐘被掛掉 那個心裡就安了 姐姐 對 是要解我 對 你看你老婆多好 只浪費你兩分鐘 真的 因為她知道國際電話很貴 對啊 捨不得你花錢 沒關係 不跟錢的問題 我要跟她聊比較久一點 或者是我要跟貝克宇講話 韓妮 妳可不可以請貝克宇接電話 貝克宇比她還好 對 貝克宇比她還好 妳可以輸 比她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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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帳媽媽變強小 女兒作文 光榮燈笑看 我女兒在寫的日記 還有時候要寫作文對不對 她的個性是接得不得了 她說什麼題目 好 好 來 然後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都他念喔 我女兒只是照操喔 操完了隔天去做作業之後 被燈笑笑看也好 突然玩過我老婆很驕傲 我說 你看你老婆多好 只浪費你兩分鐘 真的 因為她知道國際電話很貴 使不得你花錢 沒關係 不跟錢的問題 我要跟她聊比較久一點 或者是我要跟貝克宇講話 韓妮 妳可不可以請貝克宇接電話 她也很忙 貝克宇比她爸還忙 比爸還忙 她在跑步 她在忙要收 她正在做功課的時候 其實就不想要分心是不是 對 因為她很多功課還沒做 我真的不會變時間 她爸爸一講話 又要分心又要到客廳去 書房又要等一下再弄一下 再上個廁所再吃個水果 真的有時候弄到很晚 小孩子 小朋友要耍豆摸摸型 妳讓她坐在那裡 她已經是上班 我想吃什麼 媽媽妳沒有玩 我要去尿尿 對不對 就是很多的時間她要就說 我可不可以好 對… 衝衝出日本 對啊 妳不曉得她就想什麼腦袋 很快就寫完 對 她就是要 爸爸如果有電話話 那就是 從從聽電話 再喝杯水 再吃點東西 再去尿一尿就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過去 真的 但是我打電話跟佩儀的說 平常聽到的是佩克 就是佩儀不停的罵佩克以後 就是不停 妳不要扭 抬頭挺胸 不要彎腰駝背 轉身一大堆都可以唸 對 小孩其實都在講 小孩都在講 媽媽 對 是不是 不聊點別的 妳要 妳們管小孩她急 還是妳管 她急 她很急 對 而且我是規定小孩子 一下課 吃個東西 譬如說她小孩子肚子會餓 我就說趕快吃… 現在吃完之後 馬上打個功課出來寫 然後有時候還沒吃完就說 不急 要邊吃邊寫 她才剛下課 可不可以拿筷子在那邊寫 要好好的吃 吃完之後消化了再好好的專心寫 她沒有 我不曉得她在急什麼 不是吧 因為小孩子很容易拖拉 所以妳讓她趕快寫完 就可以趕快放鬆 我是這樣的心情 因為我是有習慣 可是小孩不寫 她就是吃 吃 玩 玩 昨天也是我們早上去美國在台協會 去辦那個美國公民那個貝克宇的 一路罵她 駝背 臉不要看地上 那個雨傘不要這樣拿什麼什麼 她就說 妳有病是不是 兩個小時我看妳不停地罵兒子 她就問我兒子說 兒子啊 妳媽天天叫罵妳嗎 兒子說 嗯 妳要學爸爸一樣 從早上都出去外面跑 下午也在外面跑 晚上也要跑 她就早點就說貝克宇 妳趕快跑 妳們一起跑 手間手一起跑 把拉松的冠軍怎麼出來 但是妳這樣講 佩儀姐沒有生氣 有的時候在他寫果子 有的時候寫就是不對 就沒關係啦 因為現在的寫… 現在將這寫字 就打字就好了 這個人呢 自己寫的字不是那麼漂亮 貝克宇寫字有一點不對 一直擦掉 再重新再寫 不行 再擦掉 或者是 吸的樣子全部撕破 再寫 對 肯定是做這樣的事 我跟你講 我看到一個媽媽 那個時候 不是有格子嗎 對 她兒子老師寫到外面來 她說那妳就用四個格子 寫一個字 寫書草 不是 她因為兒子一直寫到外面來 她沒有關係 妳有四格 第二天老師頭髮都直起來 誰叫妳這麼寫的 我媽 所以啊 媽媽的個性有的時候 非常急 妳叫她擦掉再寫 對 甚至於她寫完日記 我叫她自己打稿 寫了個亂七八 我說就是早上起來吃飯 吃飯之後到學校 學校然後什麼什麼 上課然後我放學 這也很快的一天就過去 我說妳把它死掉 全死我 我說妳寫這什麼東西 丟垃圾 她就會哭妳知道 媽媽媽 等一下要哭囉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就很不營養嘛 媽媽 還小學 那妳要寫得多工整 妳會幫她寫 我有的時候以前會唸給她聽 她都不會寫 我就馬上告訴她字 結果她還是不會 結果現在讓她查 查字點更慢 要稍微 像我女兒也是會這樣子 我女兒在寫那個日記 還有時候要寫作文對不對 她的個性也是急得不得了 她說什麼題目 好 來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都她唸喔 我女兒只是照抄喔 抄完了隔天去揪作業之後 結果老師誇獎我女兒 妳的作文寫得 連弱婦就寫給爸媽的 就告訴她 媽媽 妳女兒很適合 往作文這條路發展 可不可以 都是她寫的 對啊 我還跟我老公很驕傲說 她說爸爸 妳看我程度多好 妳問我哪裡有 她真的是急 我很急 因為小孩寫作文很慢 我現在 這兩位都不算最急的 你們兩位 剩下兩個小孩怎麼辦 我剛才講到 你們講那個寫作業 我覺得我們小朋友 現在雖然現在不會寫字 但是我們面臨到 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小朋友 以後寫字再怎麼愁 白開啟寫字再怎麼愁 我都會鼓勵她 因為她爸爸寫字比她還醜 我連簽名都很急 沒有 但是這個不是藉口 寫自己的名字總會寫了吧 她很認真地寫白啟寫 你要很用心地看你才知道 她寫白啟寫 對 因為我媽媽 我媽媽從小時候跟我講說 妳寫字為什麼那麼急 然後就是 就很不工整 像畫圖一樣 而且人家就是白 就是很簡單的筆住 她要這樣 我想說妳到底在急什麼簽名 就慢慢簽就好啦 所以我覺得寫字 我們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但吃飯現在有 因為吃飯它是屬於很急的 像我為小朋友吃副食品 我都是把它磨成粥然後很細 因為那個鐵湯匙很燙 妳到下面的時候有時候 妳為什麼要用鐵湯匙呢 因為它現在開始掌牙 掌牙妳就給它鐵湯匙 它可能會比較知道要那個力道 然後吃的時候 有的時候 瓦到下面真的是燙的 上面可能都涼了 她就一直說她要餵 我就說好 讓妳餵 好危險 然後她就說 我就說妳要吹 她就這樣子 吃 然後吃了第一口 然後白皓姐一吃進去就這樣 所以妳就這樣摸自己的舌頭 它就太燙了 然後她在旁邊說 是不是媽媽煮得不好吃 妳的天線 天線有點變歪了 妳的整鍋粥都是燙的 都在鬧煙的 妳這樣好不負責任 我以前也有這樣的經驗 我都會說嘴巴打開 快 沒有 而且我本身 沒有 我們家裡都有潔壁的習慣 然後因為白開水現在 學會自己吃 有時候會對不準這樣 然後我在旁邊看就會很急 就會想要急的把它 就把它清乾淨這樣 然後妳怎麼不吃快一點 妳怎麼不吃快一點 然後我問妳 然後要不然就吃得到處都是這樣 而且她是急的 希望妳趕快吃完 吃完之後她可以收 所以她在她吃的時候 小朋友一定會噴得到處都是 她就會把旁邊的就撿… 現在白開水她只吃 然後吃一次吃到一半的時候 她發現旁邊有 她就開始撿旁邊的吃 她晚點她都不吃 因為她知道爸爸都在撿 所以她也要撿 然後撿就會 把它故意弄出來之後 然後在撿桌上吃 湯只是幫助她撥出來而已 然後有一次 有一次因為我真的已經受不了 她吃飯吃那麼慢 像比如說 大概過了半個小時 可能粥還是一樣 可能那些飯都還是一樣 分量在那邊 她就只在那邊玩而已 然後我就在旁邊收一邊擦 我已經在發脾氣了 然後有一次她就看我發脾氣 她就真的也受不了 她直接把白開水拖到廁所裡面去 然後就一直罵她 一直罵她 然後我就在廁所外面就聽到說 一個媽媽在罵小孩一直哭這樣 然後我想心又軟下來 我想妳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保護白開水 叫她不要再罵她這樣 所以我想說不行 當爸爸一定要踩得住腳 還是就讓她罵這樣子 等今天來你知道 這些都是很厲害的 你老婆還算好 我是說 還是滿正常的 樓下明明買東西的誇張行徑 讓老婆直呼好丟臉喔 她除了賓價以外 那就算了 還會殺價 殺價就算了 她還要試穿 而且譬如說像球鞋 人家一般都是穿 然後看這樣子不OK對不對 她不是 她還要這樣 然後她穿每一雙都這樣喔 一穿就是十雙 就有點丟到一個不線 鞋墊裡頭跳出來也就是惡可 對 那爸爸一定要踩得住腳 還是就讓她罵這樣子 整今天來你知道 這些都是很厲害 你老婆還算好 我都說 還是滿正常的 還不錯對不對 我覺得白開水 妳這樣罵有用嗎 其實我沒有罵她 我只是把她放在樓梯台上面 抱著她 然後用力的罵給她聽 因為我知道她自己就是神經病 因為以前跟她一起約會的時候 吃飯我就已經備受壓力了 她吃飯吃很快 她吃得快就算了 她會開始擦 她會把碗盤一個一個收 然後垃圾撥一邊 竹筷子就收開 然後就這樣坐著等妳 就看妳什麼時候要吃完 等一下 那妳可以去跟詹惟宗吃飯 詹惟宗給妳這一塊 詹惟宗是吃 等…叫了六個菜 第三個菜來的時候她已經吃完了 然後她就去付錢 然後跟她老婆小孩說 嚴重吧 因為我們在外面工作習慣就是 你放飯的時間 你吃完便當之後 剩下時間都是你自己的 你可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已經習慣說 吃便當都吃得很快 剩下時間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 對啊 我就覺得說 吃飯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而且她現在這樣吃家裡 我會做完菜 然後做完菜把家裡清乾淨 我再出來吃 所以她可能已經吃完了 然後我在旁邊就吃 吃她就在旁邊這樣看 然後她說 她說這個還要嗎 然後我就說 不用了 然後她說 我去洗 然後就去 然後就站回來 她說這個呢 然後我就說 你沒有胃病嗎 就是會很急 所以我其實之所以後面會等一下 所以你煮餃子已經不是很嚴重 這個很嚴重 所以我們家都沒有客人敢來 你知道嗎 因為來的話吃飯都很有壓力 就看到我在旁邊一直收 然後一邊擦這樣子 妳如果坐下來好好的跟老婆吃一頓飯 慢慢不要沾邊吃 煮辣煮晚餐 沒辦法 為什麼 沒辦法 就是吃飯就是要速度 什麼 吃飯要速度 對啊 因為我覺得一餐真的30分鐘差不多了 什麼 多30分鐘 所以你沒有辦法吃一道一道菜的那個 我沒辦法 因為前面通常上兩道菜 三道菜 我會跟張老師差不多 就是飯吃完 我差不多飽了 你這個特質也滿適合去募兵制的 這個也不適合吃喜酒 你知道嗎 吃喜酒也不行 上菜上太慢了 對 然後我會直接就叫經理過來說 為什麼上菜上那麼慢 今天很多病人 我覺得雅蘭在吃飯 雅蘭在吃飯都不能吃 因為最近我就說 我們就辦了一張卡 她那裡很多吃的東西很好享受 好好吃 然後一去的時候吃到飽 然後一開始服務生跟妳講說 不好意思 用餐時間兩個小時 我說OK… 然後我們兩個就開始點啊… 然後就慢慢吃啊… 然後大概吃一輪了之後 她說怎麼樣 夠多久了 這個時間 差不多了 你看 小姐 我們聊聊天不行 而且還喝個香片 吃點養茶 然後我們要盡管 對啊 然後最後我們又點了 總共點了三輪 對 她老大就這樣 這邊 趕快… 趕快 趕快吃完 對 趕快吃完 然後最後 吃飽了沒 好 我們準備點甜點的 好 快吃 好快 甜點來 我吃一半 還沒吃完 我說等一下… 給我等一下… 才過了一個小時 真的 我們還有一個小時 可以慢慢吃 對 而且我每次去結帳的時候 因為而且我最討厭的是 她非常的慢 而且有時候我們去吃東西 人家都已經站在旁邊 這樣等妳位子了 她老大還可以在旁邊這樣 剔剔牙 然後我就說 快點走了 我們趕快坐 對 我是覺得那個餐廳很好 我是馬上要站 就是有人在旁邊等 那個沒有辦法 對 最感壓力 你知道 吃得慢慢吃也不對 對啊 對啊 不是 我覺得我們要分兩桌吃好了 真的 SAM應該是慢慢吃的 吃飯不行 因為我當心人太久了 所以吃得滿快的 我吃得… 可是她很重視家庭 就是我們晚上只有 晚上的時間家人在一起 就是慢慢的聊天 然後陪媽媽聊天 陪兒子聊天 所以是很幸福快樂的 對 佩儀吃得是比較慢 因為她享受那個氣氛 她喜歡吃 對 不是 她是最愛喜歡那個氣氛 但是我比較受不了她的一點是 我們倆截然不同 就是買東西 她是很慢很慢 要精挑 她之前就是 因為事業有成 她很想要一支萬寶農的那個 筆 幾萬塊的那個筆 然後她就跑去 她說 妳陪我去SOGO看一看 我說好 我們就跑去SOGO復興館看 好啦 她知道價錢 然後我媽那天也去了 她就一直看 人家那個店長還泡咖啡給我們喝 結果她說不買 她拿電子 她說妳電子計算機借我一下 她就算 因為她 因為她 免稅機場 韓國的日本 她都比過了 對 所以她要比價錢 她比價錢 那很丟臉妳知道嗎 我媽 不會很丟臉 但是就很麻煩 對 很麻煩 都已經到了 後來我媽就講說 妳就不要再問價錢了 張五娘買送妳 妳喜歡 我 不要浪費 我張五娘就受不了 因為我已經 看了好幾個地方 快一年了 一年是媽媽媽… 她還沒有買 她還沒有換季算不錯 筆都沒水了吧 一年 過季商品要打錢 而且她不是不會賺錢 她很會賺錢 她捨不得 她很想擁有那支筆去簽合同 她就不買 我這種人是 像今年聖誕節 我已經買了一個選女友包 又買了一個BV包 妳這個也開過 對 還買了一個柏金包 我都沒有問過她回來 結果老公我買了這三樣 一個是聖誕節禮物 一個是結婚週年 一個是 我聖誕節禮物 對 我說要買單 她就這樣看著我 我說OK 一共多少錢 她說 妳不願意嗎 願意 因為妳已經買了 OK 因為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妳看雅蘭座好害怕 不要聽 換帥的不要急 為什麼急都不急在這裡 什麼都沒有 不要聽 不要聽 這個不要聽 可是白天聖也是會買東西很急 她買東西超級的 她那時候說要換車 我們就是去車廠 只看了兩次 她就簽約了 簽約之後 她還說 我很好 買這台車送給妳 所以寫妳的名字 我就簽 然後簽完之後 開回去的一兩年 這台車出來是我 但是她買那台車 也是幾百萬的 就是看了兩次 妳知道我光是買狗飼料 我在網路上面挑狗飼料的是 運費 我就不知道挑了幾家 最後她跟我講說 狗快沒有飯吃快餓死了 我就看那個零浪的一兩粒 我想說不行了 最後還是到狗商店去買 所以自己還是出了那個油 對啊 妳比較比那麼老半天 對不對 妳直接到那邊去買 就只差個幾十塊而已 妳上網的時間 所以那些電費都已經浪費掉了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的價值包含 不行…不要買博金包含 但是侯昌明一定覺得 這個是要比價的對不對 這當然要比價 不是 侯昌明是說 對啊 我到人家餐廳吃個牛排 那個筆可以拿 拿個一打 我可以講 完蛋了一下 會不會被貼在所有的餐廳 可以拿可以的衣服 謝絕侯昌明記住 沒有 這樣人一言一筆才穿得起來 可是我覺得Sam哥去比價 我覺得都已經還好 他不是 他除了比價以外 那就算了 還會殺價 殺價就算了 他還要試穿 名牌還可以殺價 譬如說像球鞋 球鞋它會 人家一般都是穿 然後看這樣子 OK對不對 他不是 他還要這樣 然後穿一穿 走一走 有一點卡 然後每一雙都這樣 我一穿就是十雙 很恐怖 沒有 你就要 丟臉丟到一個不限 鞋店裡頭跳出來也是 這是惡客 對 不是 我這樣 你去 大家都說 對 我起碼我是因為尊重說 我買下去我不希望後悔 像他買東西急 有急的缺點 譬如說他喜歡這件皮 兩萬塊 不過說買 兩年 它是這種 然後有一次呢 沒有 我們都是這樣子 對啊 台北不冷啊 你知道嗎 小燕姐買東西是很多 不好意思 我買東西 我買東西超級快 你說這件東西 真的 這件東西是不用試穿 我絕不試穿 對 因為累 對 麻煩 然後這件是寬鬆的 我絕不試穿 像我們兩個 如果回到美國去 Outlet去買衣服 可能開車要開個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的車程 去到那邊去之後 然後我跟我姐 我們一家人去逛 然後我姐就說 你們逛完了 才逛30分鐘而已 整個Outlet就已經逛完了 對啊 買東西不需要 不需要想太久 喜歡就是喜歡 對啊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買回家不穿還是不穿 可是我不懂她的邏輯 她很喜歡看到這樣東西 然後不買它很快樂 小燕姐 我也是專注妳的做法 因為我也 好幾次也是 我要比較太久了 因為我真的要買的時候 那個沒有貨了 已經賣完了 對 她常常這樣 配一次就是 一看一眼就馬上買 所以我覺得她的做法 不是不好 我每次跟她講 要活在擋下 因為她可以享受那個時間 我沒有 我花了那麼多時間 但是我覺得像她這樣子的 當她在比較的時候 也是一種快樂 對 她是一種快樂 看一看 這一家的 沒有啦 我很痛苦 不快樂 不快樂嗎 不快樂 很想要 不快樂 我沒有辦法 對 我也沒有辦法 這是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是 我曾經有一次還滿不爽的地方 她說買什麼 相片印表機 相片印表機 有一天的半年前 我就說 我們來買一個相片印表機好不好 我就家裡印相片 不錯啊 你知道嗎 她說買那幹嘛 買那個家裡用不到 我說不是 有時候印個兩張 為了印那兩張買一台 重點是太大台了 她認為大台了一點 所以我就不要打槍了 我說好 那件事就算了 就不要買 我說忍住 半年之後 也就在前幾個禮拜而已 然後呢 她老大就突然看店看看 老公 我能買這個相片印表機好不好 見鬼啦 我半年前提過這個案子了 你把我給打槍了 你不忘了 她說不是嘛 你想看 孩子有時候那個作業 老師突然很討厭作業說 你去哪裡過啊什麼的 麻煩附上一張相片 明天就要教喔 明天就為了作業 這樣我還要去相關系很麻煩 所以我就可以自己洗出來 對 她說她這樣子你看 我們這個作業就沒問題 我說你為了她一張 我們要買一個相片印表機嗎 她說不是 而且它不大 很漂亮 我說這樣子好不好 一個禮拜 你忍一個禮拜 想一下 我們家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需要 如果有一個禮拜 是我們拿出來討論 要買 我們再買 對 她就用教小孩的方式教我 對 我三年前 在東京的機場看到一個相片 就印象片 對 相片印表機 對 我就買回來了 小燕姐很有用 不是 重點是 可是我覺得有沒有買 重點 不是就是你一定要買 而是你享受當下那個年紀 然後相片印表機就是很想要 現在我們都看不到相片了 我一定要買 對 而且你如果過一個禮拜 你雖然沒有買 但是你那一個禮拜 你過得很不開心 我告訴你 那是用再多錢都買不回來的 真的 我跟妳說 她叫我忍了一個禮拜 但是我現在每天看印表機 我也很痛苦 我們家現在有一台飾物機 什麼叫飾物機 可以列印的 然後可以Copy的 然後可以Scan的 她就是那時候看到廣告 然後說 趕快 我們買這台飾物機 我覺得滿划算的 我說買飾物機幹嘛 沒有啊 你想想看 我們就接那種劇本的時候 隨時會Best過來 然後隨時傳真過來 我們就是在家裡可以收啊 對啊 買了之後 不就在家帶小孩嗎 買來飾物機 到現在還放在鞋櫃上面 那麼大一台 似乎接觸了妳們的眉頭 然後連墨硬水都還沒撞上去 連用一次都還沒用 漂亮 所以我覺得我還OK啦 Scan今天妳發現回家 妳老婆很好 是 對不對 今天非常謝謝三對 第二次第一前面 不要嫌妳的老婆好可愛 謝謝